Hello, 大家猜不到我在哪裏呢? 在商場那裏? 不是啊, 我在機場那裏 因為很多朋友都問我現在機場的情況 搶錢, SIM 卡什麼價錢, 怎麼換 在香港買了 SIM 卡, 如果來了壞了又怎樣 大家這麼久沒來, 哪一層打哪一層有什麼看呢? 那不如去片, 不要說了 Hello, 我們在機場啊 如果要飛的就去最高那層 回來了, 去到泰國, 來到你的家鄉呢 就去二樓, 接著中間呢 二樓和一樓, 一樓就是吃東西的 我想說二樓和四樓中間是吃東西的 因為不見了那三樓的 接著下面就搶錢 三樓其實就沒有消失的 只不過是一樓的水牌, 沒有了三樓 但是呢, 去到二樓的水牌呢 就清晰可以見到三樓都很多功能的 在數碼拿普國際機場, 所有的國際旅客一到步 一出來正常就是二樓來的 二樓出來, 我們會見到兩間大電訊商 AIS 或者 True 那你在這裡就可以買 SIM 卡啦 如果接朋友的話呢, 就記住看一看閘口 因為每個閘口都有不同號碼的 譬如現在畫面是八號閘口的 那你就可以叫一些接機的朋友去八號閘口找你 那大家呢, 就容易找些啦 打算來泰國玩自駕遊的朋友 如果一早預訂了車, 又或者來到泰國想著預訂車的話呢 在二樓都找到不同租車公司的Counter的 一般的租車交收都在二樓那裡完成的啦 泰國有三大可靠的電訊商 最大那間現在就是 True 第二就是綠色的AIS 第三就是藍色的DTAC 在電話、SIM卡那方面呢 泰國的三大電訊商都有得賣的 而在機場呢, 主要我見到是 AIS 和 True 我亦都當場拍了 True 和 AIS 他們在賣些什麼 Package 那所以呢, 畫面上面呢, 你們可以定格參考一下 而現在買SIM卡呢, 就一定要用 Passport 實名登記的 我假設大家來泰國五天 所以呢, 就將這三間的電訊供應商 類似接近日子的 Package 放在一起啦 那大家可以拿個價錢的比較啦 而且有些是無限上網 有些呢, 就限制了上網那個 Gig數的 那就視乎你用量是多少啦 如果要增值SIM卡, 除了去電訊商的店舖之外呢 便利店超市都可以做SIM卡的增值的 不過不同的電訊商呢, 就去不同的地方 例如AIS就有畫面這一塊啦 而 True 呢, 就主要是用 enoughie 7 你如果在機場沒有買到 SIM卡 出到去市中心呢 其實, 好多間澄像財女商都有好處的人 ZOO的旅遊 SIM卡的 那如果來到呢, 很多人要 força坊 那 call Grab 呢? 是哪一層 담кт呢? 就在二樓, 即是 Sleep 階段時 來到泰國那一層 但如果你想快一點 因為有時要等Grab 也要一點時間 現在旅遊中心建議 叫機場的士 不如我們出去看一看 看怎樣去折的士 不然你走出去折就可以了 要有些事情發生的 這個水平隔壁有藍廁 開完廁所 就可以開始泰國行程 沒錯 這裏就是折的士的地方 現在很大隻字 因為機場會收的士 司機50匹歲 所以在機場折的士 額外是會多收50匹的 現在清楚之後 我們就會來這裏拿票 我知道你現在做事很忙 但可不可以教我 我怎樣按票之後 坐的士 麻煩你按票 按完票之後 然後就會跟號碼 你去那個號碼 你去那個號碼 就會有的士等著你 大的士當然收費不同 但大概的情況就是這樣 麻煩你示範 就是按拿票 一個按鍵 還有上面說明 如果去搭高速公路 你就要自費 因為曼谷有很多高速公路費 有時司機不想塞車 他就會走快線 快線就會給錢 25匹至50匹 這個QR Code 剛才我們了解過 就是可以找回司機的名字 投訴各樣東西 現在的制度很好 就應該不會濫收車資 這裏有個叫Public Tax Service Center 如果的士條龍太長 你想要快線 就可以來這裏跟他們說 然後就預訂一些特別的車 這個Counter 我見它所有車都是Benz 電動車 它有明碼實價 距離多少錢 而且遠到外省都可以 我不知道有沒有朋友有興趣 因為它的車我見到挺漂亮的 澳門的網友就問我 如果去搭飛機之前 要做一些PCR測試 或者快速測試 怎麼辦呢 如果有些朋友 回到某些國家 需要做快測ATK 其實1樓3號閘 這裡就有三美太醫院 三美太很大間 大家都知道 這裡就有1小時ATK測試 就550匹 如果要做PCR測試 我們就要走去8號那邊出口 8號那邊就是另一間公司 我發現一樓很多功能 如果旅客來到 第一件事一樓 就有這個TAC 旅遊發展局的好助手 很多東西可以即時問它 接著它旁邊就有條隧道 隧道是去哪裏呢 我們就過去看看 其實穿過了隧道之後 來到這一邊就可以搭車去外省 例如巴提亞其他地方 就是這樣 亦都可以找回8號閘口 做PCR測試 希望這件事快點消失 不用那麼麻煩 過來要找地方做 不過來到這裡 看看旅遊巴 除了巴提亞還有什麼地方去 這個是去大城的 旁邊這間沒有開 華欣和巴提亞就是橙色這一檔 在機場可以直接買票然後上車 去巴提亞 就是我上一集說過 在Terminal 21附近的巴士站 就190元而已 都OK 都不貴 那時間呢 就差不多2個小時到一班 那機場也都有機場快線 就搭一些Limobus 這些Limobus 就去考山路和士朗 就180匹 好了 我們了解完 搭巴士之後呢 就去看看8號出口 那個PCR測試的地方是怎樣 這裏8號出口 旁邊這裏呢 就有做COVID測試的地方了 那這裏只是收現金而已 上午11點做了的測試呢 你就會在晚上9點之前就拿到結果的 但是如果在中午11點之後才做的測試呢 就要在第二天的9點前才有結果 現在呢 月眼機場是越來越多人 還有今天我看到是很多旅行團 那現在我們要去唱錢了 現在去哪裏呢 去樓下唱錢了 好 那現在我們一樓就落一層 好 這裏就是B那層 B那層呢 就是我們應該正常來說 離開機場之前唱錢 看看今天的V怎樣 要去吃東西 見到食物就餓了 我們拍完都要吃東西了 我也很餓 很舒服 如果來到夜晚沒有東西吃呢 都可以來B那層找7 這間呢 他們說24小時開的 那旁邊呢 就有Royal Project 泰國的名牌 農作業名牌 在這裏呢 就有很多蜜糖啊 這些手信賣的 如果錯過了二樓沒有買SIM卡的朋友呢 那在基鐵這個站B層 都有一間AIS 那有網友問我呢 如果在香港買呢 可不可以過來泰國用 那如果在香港買一般都可以的 不過我有網友呢 就說來到之後呢 將SIM卡用了兩天就搞不定 不work 那這裏呢 它說它就不會跟換的 如果真的要跟換呢 就可能要去市中心AIS的門市 去問一下它肯不肯換 但是基本上呢 我覺得都可以考慮來機場這裏 直接買 直接搞賣個電話 試賣個Network 如果OK呢 那就萬無一失了 那如果4天行程呢 AIS呢 現在剛才的計劃是做著16日 29915GB上網 那我有朋友試過呢 其實都很夠用的 這個16日的卡 那看一下你買買AIS 我們繼續B這一層 機鐵快線 首先經過這條路 這裏呢 都有True 這間Happy Reach 見到它對港幣4.52的Way 都不是太差的 那如果用我們Wise呢 就有4.6 4.6幾 但是你要有泰國銀行戶口 那如果這間橙色的Super Reach 就在這裡搶錢了 4.52一樣 那這間K-Bank的匯率又是 K-Bank 港幣4.52 都是4.52嗎 是 哦 那三間貼在一起都是一樣 到這裏呢 我想都是買票 離開機場 快點去玩 那這架橙色機 很久之前我們在這裏示範 介紹過的 挺正的 不錯的 如果解一下殼 可以馬上買來喝一喝 80匹一杯 先炸殘汁 COVID的產品 如果沒有帶到這裏 即時可以買到的 都很方便 在這裏 這裏有一間SMILE LUCKAGE的服務 它就說可以扔下行李 它幫你送回你上去的地方 然後就有不同的價錢 又或者你暫記在這裏 然後它再跟你收費用 你晚點來拿回 總之有這一個服務 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知道一下 如果有需要 這裏是一樓來的 一樓很少人知道 其實有個美食廣場 我們進去看看有些什麼 吃的 主要都是Food Court 我們以後要靠飯票生活 在Food Court買這些票 一百匹一搭 你用不完是可以回到的 去給它換錢 只不過是即日 如果你帶走去其他地方 就沒有了 這個Food Court買的東西 就一點都不貴 好像在市中心 對 差不多價錢 真的炸彈 好大吃 炸彈 好 炸彈 如果有人覺得它貴 其實已經轉移了 用其他APP 如果想知道要安裝什麼APP 才買無一室 就看我畫面那條片的封面 找回那條片就可以了 其實都有很多不同的APP 教過大家 例如坐巴士 美容APP等等 也可以去播放清單 找回相關資料 如果喜歡我這條片 又令你回憶起 你太過機場 是什麼情況 令你安心了 希望你給個Like 有什麼留言給我 說什麼都可以 如果喜歡這條片 都希望你幫我推一推出去 讓更加多的人 認識我們的Channel 好啦 有些什麼 下集見 拜拜 中文字幕提供